小賈斯汀的小丹丹啊 差一點就被刺客給咳嗽掉了 坦那馬丁一位四十五歲的殺人犯 出了個很複雜的搜主意 要刺殺小賈斯汀 並要同事犯人的好友 馬克什塔克給他倒三缸 史塔克的侄子二十三歲的如恩 也因舅舅被捲入刺殺行動 他們收到計劃緘密的指令 要勒死並將小賈斯汀的蛋蛋給咔嚓掉 馬丁說一顆蛋蛋會給兩千五百塊美金 突然回心轉意 並還跟警察自首 也許這是因為他其實是愛小賈的嗎 史塔克與如安在還沒執行任務前 就被警察逮捕 真正是有夠衰啦 小賈沒了蛋蛋應該會是個 很讚的菸人歌手吧 你認為小賈如果沒了蛋蛋 明星路會更發光嗎 留言跟我們說吧 快來訂閱我們的頻道 嗚呼